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给我发了一个课卡 然后说老爸老爸我爱你 阿弥陀佛保佑你 愿你有一个好身体健康陪伴你 老爸老爸我爱你 阿弥陀佛保佑你 开心快乐一辈子 老爸父亲节快乐 你的手拉着我走过春夏秋冬 爱的风景里有辛酸苦辣 你的眼望着我走向温挺拔 成长爱的气息 你关怀背致 儿时在你的怀抱和背上长大 您造时由您的深深教诲 父亲节到了 永远记住您的爱 老爸我爱你 节日父亲节快乐 哎呀收到这样的收到这样的帖子 就非常欣慰了 但是呢 在我原本今天呢准备做一个视频 今天是礼拜天 哦 这个视频呢打开这个手机呢 上面写的 啊 离天空最 最近的地方 是儿时 啊 儿时 记得儿时父亲的肩膀啊 啊这个这个有这么一句话 那我现在呢 今天我开始今天一个一个题目 今天的题目呢 就从这个父亲节这个儒家文化 和这个美国这个这个这个文化 谈起啊 这个呢 这个这个 好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做个录音 然后呢 这个父亲节 父亲节呢 就使得我们想到了中国人呢 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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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父亲呢要有一个责任感 这个责任感呢 什么叫做这个国家呢 就是说 这国家呢 有一个责任感 对这个这个 从小这个一个家庭呢 对父亲这个父母啊 都有一个责任感 啊 这个百孝啊 啊 百善孝为先 那么就是说 这个这个啊 就叫修身其家 啊 这个治国平天下 过去就讲究这么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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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深入这个 儒家文化的熏陶 那么 我是在这个 啊 啊 台湾出生的 这个 在台湾过了三年 47年到这个49年 那么474849 这个 是在这个 这个 有三个年头,然后是伴随着新中国共同成长。 又在美国生活了2007年来到9月份,来到美国。 在美国矛头矛尾,反正是004岁断断续续,13年。 这13年,我有个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两岸的文化的比较。 虽然我不是学文科的,我是学数学的,但是儒家文化的优点,儒家文化的缺点,我们感受都很深刻。 比如说,中国中华文化价值观就强调了,我刚才说了,修身秦家治国平殿下。 然后呢,还选了中军。孝就是中军。军军臣臣富富之子。 在中国理念上,对国家的忠诚,也就是爱国主义。 这个在东方文化里是比较强调的。在西方来讲,在美国来讲,它也强调爱国。但是爱国的情感不太一样。 我来简单的比较一下。中国呢,还有一个,中国一个很大的,这个,它有正方,这个,中国这个儒家文化呢, 非洲百家独中了一统,有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陷阱。文化的陷阱呢,包括了什么呢? 个人迷信,大一统,专权,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以权谋私,而与我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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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历史上啊,这样的故事呢,啊,这个,称出不行。领袖的本事最大。 所以呢,一般都想那个连任啦。这个,这个,当皇帝,共和戍啊,这个,为什么我们来今天那, 讲一个重点呢,就是,讲什么呢, 우리가这个题目上在那个,那个,在那个,那个在那个, 那个,那个,在那个pame那 및我以前碰 terrérence。 在那个,那个,在那个,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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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那个,那个,那,的那個,那个,那个, David,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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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那个,那个,那個人,那个,那个。 今天,我们,如果想到一个祖国的话,啊,啊,我们当然说中国是个祖国,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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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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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tence,那个。 文化这个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国家 是什么是我们的国家 现在很混淆不确定 两个对这个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等一下我来看 那么在美国呢 在西方呢 我这也松二十多年 原来也断断去在国内受到的教织 那个熏陶呢 那个是道庭读书那个就是碎片式的 那个去理解 从来没有认真的去了解过 西方文化和思想那个深处 这十多年呢 我是感觉到比较系统的 比较理性的 来从西方的法律学民主和法治 就观念上来理解 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国 什么是中华民国 什么是大陆 中国大陆 什么是中国台湾 什么是中央政府 什么是地方政府 什么是garement 什么是office non-office relations 这个呢 我今天就把这个概念 跟大家讲清楚 这实际上是一种求徒博弈啊 我们现在呢 在中美台 两国 三方 现在是一个 围绕着一个 这个彼此关系的一个求徒博弈 这三个这三个就 陷入了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呢 就需要一个证明明正言顺的一个来解释 按照中国的儒家思想啊 那个解释就是啊 谁的权盗大 谁的一统天下 这个合纵连横呢 远交进攻呢 这个六合天下 这个统一 对不对 谁能够统一中国大 那个秦始皇统一六国 就采取这个这个这个武力的这个统一 那么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理论 邓小平提出一个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这个理论 然后呢 江泽民就算只有邓小平理论 而没有别的理论 能够解决 啊 中国的革命 这个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 呃 这个前途问题 这十四大十五大 到了 胡锦涛 也最后延续的这个 延续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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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在 江泽民 去时代呢 提出这个江八的 在两岸关系上呢 提出了一个 两岸一个中国的观点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什么都可以讲 李登辉提出了国统纲领 这是李登辉的一个 在这个国家统一贡献上的一个 这个里程碑 李登辉他是一个 实际上他是一个 啊 很有争议的一个 就是说 啊 就是黄民思想啊 他呢 在这个中华民国呢 他制造了很多那个 他现在他现在还活着 他跟我父亲呢 都是1923年出生的 他活到现在 真是说 啊 这个寿命还是这个 这个寻农的嘛 这个寿命是不浅 我们等一会儿回来 来谈谈他 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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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证明这个理论来解释 我们今天就讲 明不正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啊 事不成则心不服 我们今天就讲证明 今天讲叫令和 我们刚才不是在这 或者选这个另一会儿 我们讲这个博弈 啊 我今天呢就大概用一个 呃 争取啊 啊 一个小时吧 要四十分钟 五十分钟 来来谈这个问题 啊 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啊 解开 解开这个问题的核心 关键核心价值在哪里呢 实际上主导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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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这个问题呢 美国呢 是在联合国呢 起到了一个主导作用 曾经联合在联合国 美国呢 在中国这个国家国家认同这个方面呢 起到了一个 当时是起到了一个压仓实的作用 我们不能说 那个否定美国那个那个作用啊 它起了个压仓实的作用 而当时在抗战时间呢 这个这个帮助中华民国的那个那个蒋介石啊 啊 也好这个领导这个中国这个抗战运动 尽管他是消极抗战 但是他国军的伤亡也是很大的 这点我们要肯定 啊 某附近当时就是在这个 这个抗战期间呢 那17岁的时候离开天津 就是说那个黄路过桥奇迹事变以后 那1937年 然后呢 走上那个 这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这个 就留从天津 从学校里的 我我爷爷呢 在天津的正常洋行里面做快捷一桶签 一个月一百大洋 我他希望我的我父亲呢 也能够啊 这个是咱们今天讲父亲节嘛 就谈那个我们这个这个 我的爷爷 我的父亲 对吧 这已经去世了 然后我 我们在对对对对这个中华民族啊 做了哪些事情 当然我爷爷他是正常洋行 他是这个这个这个美国的一个 这个银行啦 在金融金融银行的会计 他是从学徒开始的 我父亲他就希望我父亲也能够跟他一样 做一个将来在的学徒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这个 买办洋行里面做一个工作 打一个打一个工 拿一个那个 不要去管那个政治 而我父亲当时呢年轻了 17岁嘛 那个时候叫他十万青年十万兵嘛 后来这个蒋介石那个时候提出这种东西 然后我父亲的就南下流亡 就叫流亡啊 然后到了安徽 然后呢被这个抓了 抓了 抓了起来 后来又在流亡很要饭一样嘛 是很苦的嘛 就沿途总 沿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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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众 后来呢 啊 几经周折嘛 展长了这个这个这个 呃 然后呢 过了几年在 在这个 那呢 就在在安徽呢 考了机械化学校 就是黄古军校 就是坦克学校 坦克学校 就是这个 就是美国教官呢 这个这个领导这个坦克学校 啊 所以我父亲的后来那个就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毕业以后呢 啊 那就是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然后呢 呃 就 开拔到滇缅公路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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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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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缅公路上运输线 这个这个移民党 这个这个我父亲那个时候 呃 比较 呃 比较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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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一个车队 啊 后来呢 呃 呃 又到那个 印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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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做教官,所以我父亲英文比较好。 1945年,罗斯福去世,我父亲代表远征军在加尔格达的远征军, 因为他英文比较好,在军导会上记得到辞。 我到了美国来,我也是把罗斯福看成像父亲一样, 到了秦农节的时候,还有12月8日, 对着天明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我就到白宫去去纪念罗斯福总统, 他对着中国,因为罗斯福是主张中国要联合起来, 就像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像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 它是这么一个构置美国的一个思维模式, 然后就希望共产党也能够参加联博现场去仪式, 然后蒋介石就写了一个批准了董毕武, 参加代表中华民国,他是实任代表, 除了共产党的代表,还有民主人士, 还有国民党,国民党要老大了, 那个时候,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定位,就是在联合国上, 联合国宪章,那么2758号提议嘛, 那么就是联合国宪章呢,就是定位中华民国, 是代表中国,我们这个把这个定位, 这个共产党也承认,当然国民党也承认, 中华民国,但后来就出现分歧的时候, 是什么呢?1949年,1971年, 以及到现在,包括正名自现运动, 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到了美国呢, 美国呢,这个思想,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最大区别, 在于是批判性的,思辨的, 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对立统一的问题来看待, 看待一个事物,就是思辨,理性, 它强调了这个权力要制衡, 能够互相制衡,这个西方价值观是原来, 中国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价值观是培养颅产,服从,单一制, 下级服从上级,上级错了, 你跟着走就是了, 所以呢,这个叫做一条线,一条龙,自上而下, 就这样子,所以往往都是, 就是个人强调个人民性, 而西方呢,它强调法治,法治精神, 以法为准, 因为它认为政府啊, 权力就是官员啊,政府官员啊,都是不可靠, 所以它需要人民来监督政府, 它不是说品德不可靠, 而是它一个人呢, 它必然有它思想的局限性, 它的知识的结构的, 这个腐朽性,这个落后性, 与现实的一种脱离, 实践时解缘真理的标准了, 所以不是人的, 你的理论来决定这个实践, 而是实践来决定理论, 这个是辩证唯部主义的思想, 中国这个文化里头, 儒家文化里头, 是思想决定行动,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这个人好,他什么都好, 这个人坏,这个什么都坏, 这样的思想看问题是绝对, 这叫行而上学, 非此即彼, 我们吃行而上学会太多了, 苏联这个时候, 从斯大林开始就搞行而上学, 我们共产党, 从毛泽东, 蒋介石都搞的是行而上学, 蒋介石那个时候就搞的, 一党制,党国一体, 这都是行而上学, 一党专政, 这都是行而上学, 最后来, 还有呢, 这个这个, 终身制啊, 你看, 四大林的终身制,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 现在,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这些就是, 因为终身制, 就必然会产生腐败, 就必然会产生错误, 我们现在, 邓小平把这个给修正了, 给他改过来了, 改革了之后改过来了, 现在呢, 问题又来了, 我们叫他, 我们现在要, 认为呢, 我们感觉到国家权力需要集中, 需要有联系性, 有稳定性, 强调了他这样, 所以呢, 又把这种终身制呢, 连任制呢, 又把它恢复起来了, 这个对不对呢, 我认为不对, 这个共和制啊, 在美国呢, 就有这么一个, 他强调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对的, 你再大的本事, 你也不能够超过三届, 虽然罗斯福他这四届, 这个都是, 因为暂时的时候特殊情况, 现在是没有打仗, 没有进入战争状态, 所以呢, 你这个, 习近平呢, 也不应该, 这个要求这个连任, 这种呢, 我们就说呢, 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我们这个宪法上说呢, 中华民国, 1911年, 1912年成立, 对吧, 但是呢, 到1949年呢, 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并没有完成, 什么叫反封建? 反封建就是反帝制, 反封建专制, 反封建专制, 要让14亿, 人民当皇帝, 那么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这个思想里面, 到现在这个思想里面, 没有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或者说, 以人民为中心, 这是你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这个写, 这是为人民服务, 因为当话说明,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你, 对服务的功劳再大, 你就能够无限期的去连任下去, 毛泽东犯错误, 就是包括他连任这个东西, 这个制度上呢, 法治在这个问题上, 和人治这个方面上, 没有解决好。 现在, 台湾呢, 就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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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 蒋经国以后呢, 想着这个李登辉, 李登辉呢, 就开出这个一票字, 但是现在的台湾的民主呢, 现在的民主已经变了个儿了, 台湾的民主是民粹, 搞的意识形态, 搞的个对抗, 搞分裂, 它民主, 台湾民主的目的就是分裂, 从中国, 中华民国里头分裂出来, 另立一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原来也是在成立的时候, 也有这种错误思想, 因为都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就产生了这个, 为我独尊,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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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贼不两立, 这就是儒家文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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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化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拜登和那个, 拜登和那个, 川普, 他们在反华的问题上, 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它, 美国利益优先, 人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的利益基础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在国家的权力基础上是两个是针锋相对 我们把这个问题就对比着来看 因为美国我们要怎么学习美国什么 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什么 我们要检讨自己的什么道理 因为当事的民意旁观者清 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没有犯个人迷信 有没有行尔上学 有没有延续毛泽东人质的思想 当皇帝的思想 我认为这个东西反帝 反封建 民主革命也好 共和国革命也好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改革战斗正未有停机 我是办着共和国 新中国 还有台湾改革 台湾问为什么我一直都参与呢 我1974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时候 就提出来解决台湾问题 必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4年元旦的时候 给大年初一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后来发动批铁鼻孔运动 在我写完信之后 发动批铁鼻孔运动 批铁鼻孔运动就解放思想 然后法治 法家 法家呢 中国的儒法 这个文化呢 儒家呢 有个法家 还有道家 还有名家 中国这个家很多 专家研究这个理学 理学家 中国的文化呢 很复杂 百家争民嘛 但是 根本的问题 中国确实在法治的理论上 法力的问题上 理论理性上 还处于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的 改革开放已经很大的提高了 但是呢 在这个关键的认识上 还是处于模糊的 不确定的 我就指的共产党这个 在这个治理的国家大动方单上 包括现在的刚才这个两会 虽然是在抗疫这个抗疫疫情当中 体现了举国体制的这种优越性 有它的国家的一党制啊 也好 体制啊 这种民主集中制 我们叫白的叫民主集中制也好 叫社会主义民主也好 社会主义法制也好 都带有一定的长官意志 什么叫长官意志呢 就是 实际上是由习近平和党中央做出决定 就要按照这个来执行 但是 真正的合理部分嘛 但是真正的真理呢 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 我们才 这个 讲这个真理 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真理呢 真理啊 只有一个 我们现在呢 就是讲 这个道理啊 它往往是辩证的统一的 对吧 就辩证的统一的 这是一个 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不是两个国家 现在呢 李登辉呢 就想把他 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台湾中华民国 就想把这个东西啊 变成了法律固定固化 然后呢 陈水扁呢 就提出了一边一国 陈水扁呢 他 李登辉说陈水扁有皇帝思想 那么 说马英九呢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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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马英九 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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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的眼睛里呢 啊 这个 这个 说 这个 一中各表啊 啊 他 也 他 一开始谈到了他同意的一中各表啊 一中各表就是什么呢 一边一国啊 啊 你说你是中华民国 人民共和国 我说我是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啊 我非常非常的遗憾 非常非常的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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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啊 这个问题 大陆 在思想不清 在概念上 国家这个概念上 建国这个概念上 不清楚 在法理上呢 不清楚 国民党有那么多的法学家和国际这个这个学者 也不清楚 从周苏凯到蒋介石 一直到蒋经国 马英九 这些 还有这个陈水扁 啊 李登辉 还有那个 舒应青 这些都是大法官的 还有包括张 啊 张亚冲 真正来说 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说啊 我这个是一个就叫挑战这个权威啊 因为什么呢 就在美国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强调 就是质疑 怀疑 你这种解释 你这个 你对中华民国的解释 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14亿2300万人 啊 中国大陆人和中国台湾人 没有解释清楚 包括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 都没有在一个认识这个2758主义上解释清楚 虽然定了中美联合建交的三个联合公报 也虽然定了联合公报 还要定这个台湾关系法 还要定这个台湾那个防卫法 还要定台湾旅行法 一系列的法律 这说明了 一条一条的绳子给美国拴上了 拴在脖子上了 就是脚头把美国搅起来了 怎么解开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要来谈啊 今天来谈 我又用了十几分钟了 大家还意识不到 台湾2300万人意识不到 自己被这个绳子给绞住了 中华民国这个绳子给绞住了 大陆被九二共识这个绳子绞住了 被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给绞住了 一旦有了意识形态 所有的事情 人就都拉不回来了 人改变这个意识 它把其他的都不看在眼里 法律啊 还有公平啊 什么是公平 法律是公平的 人 个人的标准都是片面性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 他是一个 我们讲的 人的这个博弈当中啊 他都是一个立体主义者 人不为己 天不定灭嘛 所以说 这个叫什么理论 埃斯理论嘛 是吧